新闻来源 金融界 红星新闻 9月5日 中国男足做客日本棋域世界杯球场 挑战2026年世遇赛第三阶段 继18强赛首轮对手日本队 最终 中国队0比7败于日本队 值得注意的是 因为本场比赛的直播问题 央视的一纸声明声明 登上可热搜 对于不能转播比赛一事 央视发布声明 称其已经反复争取比赛转播权 但AFG报价仍极度极高 坚决抵制境内外资本 搅乱体育版权市场的行为 并将争取尽快获得中国队参赛的场次版权 虽然央视没有直接点明境内外资本具体是谁 但是本场比赛 该赛事版权由亚足联代理公司 亚洲足球集团 AFG持有 爱奇艺体育为中国大陆地区持权转播商 在爱奇艺体育首页发现 观看股足本场比赛 需要开通9元包月会员 对此 爱奇艺体育客服回复称 这场比赛需要付费观看 爱奇艺影视会员和体育会员是分开的 看个人的观赛需求 选择购买类型 只看今晚这一场比赛 适合购买9元连续包月爱体育会员 会赠送两张观赛券 一张观赛券可兑换一场比赛 没有会员的情况下 则需按照原价18元购买单场 根据爱奇艺财报显示 今年上半年 公司营收74.39亿元 同比下降5% 净利润约6869万元 同比下降81.2% 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下 经调整净利润约2.47亿元 具体业务方面 爱奇艺主营业务会员收入45亿元 同比下降9% 在线广告收入14.6亿元 同比下降2% 内容分发收入6.98亿元 同比增长2% 其他业务收入7.84亿元 同比增长16% 相关报道 付费9元看国足 暗藏套餐陷阱 爱奇艺回应 2026年美加莫世界杯 亚洲区预选赛18强赛首轮 中国男足与日本队的比赛 9月5日18时35分正式打响 中国足协公布 爱奇艺为国内唯一一家转播平台 不少平台纷纷转发非会员用户 花9元即可观看 然而 不少国足球迷反应 在操作时发现 所谓9元观看暗藏陷阱 花费9元 实则为爱体育会员连续包月价格 很多人花了9元 可能不知道这是月套餐 下个月还会被扣费 一位球迷表示 这是否有诱导之嫌 9月5日下午 不少国足球迷 正翘首期待今晚的中国男足世界杯预选赛18强赛首战 并选择通过爱奇艺平台付费观看 但在操作过程中发现 网页提示本场 为体育付费直播 以及免费看本场 9元开通会员 在点进购买页面后 网页则再次跳出三个选项 爱体育会员 爱足球会员 以及购买单场 其中 爱体育连续包月 免费看两场 的价格为9元 而非会员购买单场 观看股足比赛的资格 则需要花费18元 不少球迷抱怨 平台疑似诱导用户购买会员 9月5日下午 针对球迷反应的问题 大碗新闻记者 爱奇艺体育客服热线进行咨询 客服告诉记者 开通爱体育连续包月后 将每月赠送会员用户两张观赛卷 用户可以使用观赛卷观看 今晚的中国男足世界杯预选赛18强赛 而非会员购买单场观赛资格为18元 此外 该客服人员还向记者解释道 如果爱体育会员用户 已经使用掉当月赠送的观赛卷 也只要花费8元 即可观看本场比赛 而对于开通连续包月后 是否会存在自动扣费等问题 对方也表示 扣费前会有短信通知 即想观看本场比赛的用户 也可以在购买连续包月后 即可取消该权益 因此将此咱 large部分ärke 没有那么窗 葬� Rhode 没有那么窗 不禁连续包月后 钭卷 现在扣在乱 就无精神 无本筋 不禁连续向制